好 镜头转回到台湾来关心 天气热很多人想去游泳 结果没想到在台北市 就发生这么一名男子 来到青年公园游泳 出场时自称说 他没有使用室内SPA设备 要求对方要退费60块 也因此和工作人员僵持不下 只是没有想到最后 男子竟然跳入柜台里搞破坏 随手拿走了40元陶宜 而陶篮与己不禄 立刻也被逮个阵着 为了这区区40块钱 这名男子现在变成了 怯道烦 从监视器画面可以看到 这名穿着白色背心 头戴鸭舌帽的男子 在柜台内向工作人员大声咆哮 还拿起桌上的物品 用力往地上摔 然后随手拿了40元铜板 跳上柜台往外跑 没跑几步就被工作人员 和园警联手制服 到台北市青年公园游泳 怎么会演变成为怯道案 问题就出在这个手环 要是的话 我们的工作人员会把手环剪掉 剪掉的话 这个变成说他完全没有办法套回去 因为他是脚都是断掉的 所以这样的话就不退费 对对对 当时那位先 因为他没有这个手环 所以变成没办法退费给他 来到户外游泳池 可以看到人手一环 功能等同于门票 但如果使用了室内的SPA设备 手环就必须由工作人员拆卸下来 如果没有使用SPA 凭手环出厂可以办理退费 粉红色的全票票价120元 可以退60元 绿色的半票票价90元 可以退50元 敬老优惠票也可以退30元 但是这名男子自称未使用SPA设备 出厂时又没有手环 退费不成引发口角 最后演变成为怯道案 为了这区区40元实在不值得 中天新闻阿公杨曼许少平 台北报道